我们两人是语言多 一开始他就欺骗我 明明比我大很多 却说大几岁 我发现后想跟他分手 但他保证以后会对我好 我就没忍心 我隐瞒这个年龄 总是个善意的访言 因为他跟我的弟印象非常好 很有气质 为了和他在一起 我就故意隐瞒这个年龄 可现在他对我的关心越来越少 我对他很失望 再加上父母对我们的反对 我现在很迷茫 不知道该怎么办 掌声有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四十岁来自湖南 培训讲师 女嘉宾蒋女是二十三岁 同样来自湖南 礼仪培训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今天谁要来的 我 来干嘛 主要是来想解决 我个人的这个感情方面的问题 你个人什么样的感情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呢 我对朋友隐瞒了我的年龄 跟这个名字的这一块 就是因为隐瞒这个年龄 跟这个名字 所以说她一直耿耿于白 不管以后我怎么做 她是不相信我 不肯接受我 所以我现在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做 她才能够接受我 明白了 什么时候发现 她这个隐瞒你年龄 和名字的事的 就是我们出去 疫情玩的时候 突然发现 她名字也是假的 连她的年龄告诉我 当时告诉我 也是有三十岁 结果在她的身份证上面 突然发现 她的年龄是四十岁了 真正的年龄是四十岁 你干嘛 瞒着年龄和名字呀 其实这个名字这一块 我不是故意去隐瞒她的 但我认识她之前 我就用这个名字 因为我以前 身份证那个名字不好听嘛 现在不是很多人 都有笔名吗 对不对 这很正常 我确实是她 我是为了想跟她在一起 确实是隐瞒了一点年龄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个善意的访言 我不是为了恶意对她吗 是吧 我想以后到一定程度 我会慢慢跟她解释的 对不对 现在她刚开始 我如果说实话跟她说的话 她肯定解释不了 因为以前 我也是有这方面的失败 以前都是什么说实话 都是很实在地说 这么多年没结婚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太老实了 太诚实了 所以我就想 稍微欺骗一下没关系 反正有什么恶意吗 如果你老实的话 你就当时不会隐瞒你的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一年多了 认识一年多 她才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不是 她认识一个个月之后 她才发现我这个名字 跟年龄隐瞒她了 认识一个多月就发现了 对 她就发现了 也就是说 这又纠结了一年多了 对 那你纠结什么呀 姑娘 因为我女孩子嘛 毕竟心还是比较软的嘛 明白了 认识了一个月 女生就发现男生在名字 和年龄上都隐瞒自己了 是吧 但是女生的说法是 我心软我没离开 男生今天来是因为说 这一年多就因为这点 你认为的所谓善意的谎言 你做什么女生都看不上你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她总是隐隐在里面了 不管对她怎么好 她反正就是说 觉得好像我是在欺骗她嘛 比如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她都带有反应性 比如说她生病了 我也给她去买药是吧 在外面有个时候 她都下大雨回不来 我也冒着雨去接她 我做得好的 她们不记在心 像我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她就记得在心里面 其实她也很多缺点 我只是说因为我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你抱怨的态度 你也不可能你当做我的朋友 他们的面就是我的 她交起来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次聚会上 我看到那个龙虾嘛 好吃嘛 高蛋白嘛 对不对 我就嫁给她了 嫁给她 她说她是皮肤过敏不吃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挑剔 这么多人都吃得 你就吃不得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就说我在她朋友 就说她缺点 就不高兴 龙虾不是人人都能吃 本来我是很好意嘛 嫁给她不吃 我也是时发时说嘛 也没有说怎么 人家过敏嘛 就这点事啊 是啊 本来是小事情 她就种不东西 小事情发脾气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呀 你们俩的矛盾当中 矛盾很多了 她这还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她消费方面的观念 她不一样的 她是有多少发多少 她没有一个存钱的 一个习惯的 可以说是越关注的 但是我每个月 我的消费 都能够保证我自己的开支 要不要你拿钱 这不是你的开支的问题 你买了之后 你不顾下个 你别说一件衣服 她不管多少钱 她买了之后 全部的两天 她就丢掉了 一步就懂得去 珍藏这个东西的 你买衣服 花她的钱吗 没有 自己的 那不得了吗 这不是发不发我的钱 你的钱好 我的钱 你的钱也是我的钱 我的钱对不对 她的钱怎么是你的钱呢 算我们既然 肯定成立这么一个 有这么 要为以后作响嘛 对不对 她就不为以后作响的 你的钱是她的钱吗 可目前来讲 不是 但是以后 以后也可能是我们的了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这个是现在的事情呀 我知道是现在的事情 但是你某个东西 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嘛 每个人习惯都不可能实权实美 你应该很留紧我的性格 你们俩当时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一个培训会上 当时我看到她各方面 气质还可以 我在追求她是没错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发现她很多的毛病出来了 总是谁要面子活秀罪的 但有一次我们去 那个饭店吃饭嘛 不是剩下很多菜 我就说叫服务员打包嘛 她说你丢什么人肉还打包 但我认为吃不完的 剩饭剩餐 我说打包回去有错吗 没错嘛 你觉得麻烦吗 这一不愿你也打 是服务员打 有什么麻烦呢 那你不打我打 你为什么越说越说 我丢你的脸 我丢什么脸了 你们俩现在还好着呢吗 对啊 还好着呢 对啊 那你们俩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我没听明白 就是她之后 我不是心软过一次吗 但是到现在的时候 她还是一直 这么地去残疾 我不放 每天打电话 麻烦谢谢我真的有时候 我真的好迷茫的 你想跟她分手 对 她不跟你分手 对 每天都缠着我 每天都缠着你 缠着你不放嘛